大家好 我是DK 上一次我們講完 我13年前曾經做過街友 是我想不大 昨天就剛好出現一個有關街友的爭議事件 有一個作家 我就不想是誰 他在臉書公開說 剛剛跟朋友去吃火鍋吃不完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食材都丟下去煮 煮好以後請服務人員打包 送到這個火車站送給遊民 我走進一位就是正在酣睡的遊民朋友身邊 把這個熱騰騰的火鍋料理還有飲料放在他身旁 我看了他一眼 然後也因此看到他的枕頭 然後我就忍不住去微笑了 因為這個朋友的枕頭是一本綠色封面的聖經 我想說隔天起床的時候 他看到這麼豐盛的食物 一定是上帝賜給他的一個食物 這樣的感覺一定挺好的 我還真的不知道這個街友起床以後 看到已經涼掉 而且是陌生人吃剩的火鍋 感覺會不會好 我只是覺得 你自我感覺是不是很好 倒是很好啊 那這個貼文背後的行為究竟有什麼問題 我們最後會來討論 有關無家者 大家還是有一些誤解 我就選了四個大家最想知道的議題 來講一下前社工的看法 第四個 為什麼街友都不去工作 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你可能有一個印象 就是看到一個青壯你的街友 好手好腳怎麼會露宿街頭 是他們很懶惰嗎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各位朋友 不是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有在工作 有在賺取一些生活費用 但是他們幾乎都是打零工 因為你一旦落到社會安全網的最底層 要找到正職工作是超級困難 假設如果你是老闆 你在面試的時候 求職者說他居無定所 你會入用他嗎 一般人的課本印象 應該就比較不會 於是呢 接著就會找臨時性職的工作 但是這種工作非常吃體力 而且薪水根本就沒辦法置業租屋 因此最後仍然是沒辦法脫貧 還是入宿在公共場所 那有一些已經衰老 然後體力也沒辦法負荷 他們的處境就會更加的艱難 所以呢 就大家不要再認為 他們是懶惰的 他們經歷什麼樣的生命歷程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不要妄下注解 這個很傷人啦 那第三題 為什麼街友不去住收容所 我們以前叫收容所 因為比較不好聽 所以我們現在是叫做街友服務中心 那服務中心 畢竟是集體住宿的管理 難免有一些規範 那個時候我在住的時候 我們就有規定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 也不可以飲酒 畢竟我們真的沒有人力去處理喝酒鬧事 但是規範也沒有想像中的嚴格 也沒有說到那個監獄那種程度 可是難免會造成街友不願意入住 那還有一個原因 街友服務中心的位置 可能是離他原本的生活區域有很大的距離 要脫離原本生活的區域的場所 你可能就很不願意了 比如說我要騎腳踏車3公里才能到服務中心 那你願意去入住嗎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市政府不願意多蓋一點收容中心呢 那講的是很簡單 可是蓋在你家旁邊 你願意嗎 里長會不會帶離民 帶頭抗議 會嘛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以前在高雄三民街友中心服務 這個地點 它剛好左右兩邊都沒有住家 後面有 所以就比較少人抗議 不過我們定時會帶中心入住者 就穿著服務背心 在鄰里一帶掃街 整理好做招的環境 並且增加離民的好感度 不要讓自己稱為 鹹無涉事 那請問 寸金寸土的市區 有多少這樣的地點可以去設置收容機構 我跟你講幾乎找不到 那第二題 社工都是很有愛心的嗎 這個絕對是社工界的頭號禁忌 如果你有朋友從事社工 你千萬不要跟他說 你好有愛心哦 他絕對會翻白眼 因為社工是一門專業 你不要把這個熱心服務的志工給搞混 社工他有一整套的評估流程 廚育計畫 然後也必須依照法律去行事 而且是一個正當的職業 是有領薪水的 大概是3萬到5萬之間 你不會說 這個銀行經理好有愛心哦 因為他都會貸款給需要的人 你不會這樣說吧 所以你也不要再說這個有愛心啦 那個都是很龐大的情樂 第一題 請問你可以拿吃剩的食物給街友嗎 千萬不要這樣做呀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貼文 這個作家呢 把這個吃不完的火鍋送給街友 我不知道大家吃火鍋的習慣是怎樣 有些人是堅持公塊 但是就算堅持公塊 你在用餐的時候 你跟朋友吃火鍋 你談笑風生 可以保證沒有任何一滴口水會噴進去嗎 難免會吧 那如果沒有公塊母池就是我夾碗 然後直接夾火鍋 那就更噁心了嘛 整個火鍋都是你的口水 沒有衛生 打包一個一千塊的剩菜火鍋 即使它有加新的食材 但是湯底究竟是不是乾淨的 我就要打一個大問號 你不如去買一個一百元的新便當 全新的便當 這樣還比較有誠意對不對 那接著呢 就是這個作家就笑了 他以為街友醒來以後 一定會覺得是上帝給他的食物 這句話一字文分不動 真的是出自原文 他真的是這樣寫的 一定會覺得是上帝給他的食物 這真的是太經典了 這每一個字的背後 都完全藏不住 傲慢無知 你把自己比喻成上帝嗎 你真的有這麼了不起嗎 你會不會太放大自我了 將心比心 街友是因為種種因素 不得已住在街頭的市民 他們也是市井小民 就跟我們一模一樣 是不要去用特殊的眼光去看待 他們也有七情六欲 也有基本的人性尊嚴 因此誰想要吃來若不明的食物 誰又想要吃聖菜 如果你真的想要貼文 去營造你愛心的形象 那你就包一鍋全新的火鍋 給他們吃吧 台灣的各大城市 在中午的時段跟晚上的時段 都有宗教團體或是公益團體 去發放全新的便當 給收入比較低 或是街友來領取 這些食材都是公益團體自己去募款 然後自己去聘請廚師 組成新鮮的菜色 那為什麼我要吃你的聖菜 我吃你的聖菜 我還要把你當成上帝 這個不是傲慢什麼才是傲慢 這不是無知什麼才是無知 想想看那個街友的心情 我在睡覺 然後我也不知道 有一個陌生人 把一鍋吃剩的火鍋 放在我睡覺的旁邊 然後我就默默走了 我也沒有跟這個街友說 不好意思這個給你吃 我沒有我就是這樣子放著就走了 他醒來會有什麼感受 對不對 你說那個火鍋是熱騰騰 起床以後不是涼掉了嗎 那是收水耶 裡面到底有沒有你的口水 以上就是我對這一則貼文的看法 那目前這個作家已經把這個貼文給刪掉了 雖然我剛剛湊得好像很嚴厲 但我並不是在湊作家這個人 而是批判這一則貼文背後的概念 請大家不要去哄他 也許他的出發點是利益良善 也許他的貼文本來就是精心刻畫的一個人設 我不知道他究竟出發點是什麼 我只是告訴大家這個觀念是蠻離譜的 那大家有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我以後會再找時間分享耶